在問到今天兒哨的問題之前 我還是想就最近國人最關注的 國會改革議題 來就叫兩位 我想請問次長 你會在國會說謊嗎 不會 那你知道在國會說謊 在美國會被處理多久的刑罰最高 包圍我不知道 一年以上 一月以上 十二月以下 那你知道在英國說謊的官員 會被最高處多少的刑罰 其實法務部作為一個法治研究單位的話 如果說連立法院都已經做出這個分析研究 就法務部還是要做一點研究好不好 因為這是涉及全世界法治 這也是法務部應該關切的事情 法務部算是這個政府的法律守門人 所以基本上對於各國的法治 還是要有所了解 這個請這個次長傳達部裡面 針對各國法治還是要做點功夫研究 那我告訴你英國是說謊官員是關兩年 最高關兩年 你知道法國是最高關幾年嗎 法國也是最高是關兩年 然後你知道日本是關幾年 日本最重 如果說只是無政當理由拒絕出席宣誓作證 是一年以下了 但說謊是什麼 三個月以上十年以下 非常好 今天法務部就有進入狀況 十年最高關十年 那你知道我們目前已經準備要來審 準備要通過的 這個有關於說謊官員的處罰 新的國會改革版本在我們國家 你知道最高是說謊官員是儲多中的刑法嗎 一年 一年嘛 那你覺得一年中還是十年中 我尊重 這是數學問題 我不是問你價值判斷 一年中還是十年中 當然是十年中 一年中還是三年中 當然三年中 一年中還是兩年中 兩年中啊 那我跟你講 那你比較小我剛剛講的 美國 英國 法國 日本 目前台灣最新要通過的 哪一個版本對說謊官員刑責是最輕的 這幾個國家 這五個 那當台灣 對 非常謝謝部長 所以我要跟大家釐清的第一件事 那另外部長 次長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這幾個國家 他們的所謂的違反聽證調查處 只處罰官員嗎 這些刑法只處罰官員嗎 人民有沒有處罰 你可以請教幕僚 有沒有處罰 也有處罰嗎 部分有 我告訴你都有 美國 英國 法國 日本 如果傳壞了證人到那個 國會來 不管你是官員還是人民 這些處罰規定都是一體私用的 是 那你知道我們最新的 國會改革版本 在刑事法的部分 我剛剛講刑事法的部分 請問有沒有處罰人民 刑事法的部分 刑事法 目前是沒有 沒有 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 對人民有處刑事法 跟沒處刑事法 誰比較重 有處罰的當然 有處罰比較重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為什麼要藉由這個機會 透過專業的法務部 來釐清一些概念 台灣 我們現在正要審的 國會改革版本裡面 對說謊官員處罰 是這些國家裡面最低的 第二個 對於人民的部分的話 其他國家連刑法都有 但是台灣 我們現在最新的部分 是只有行政法 是沒有刑法 那我想再請教一下 你知道1993年 民進黨其實也推出過 國會改革版本 他們裡面的規定是 對於人民 對人民 最高可以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人民喔 不只官員喔 人民喔 那我想請問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這樣的一個版本 他的罰則對人民比較重 還是今天國民黨的版本 國民眾黨的版本 人民沒有刑事處罰 哪一個比較重 七年以下比較重 還是沒有刑事處罰比較重 抱歉喔 剛才我也講到那個版本 我沒有 沒有我跟你講 我只問你的數學問題 我們針對七年啦 我們針對七年 七年以下跟沒有處罰 誰比較重 當然就七年比較重 對嘛 所以我要告訴這邊 民進黨要會造謠這群人啦 第一個沒有 刑法沒有到人民啦 而在其他幾個主要 民進黨非常想學的民主國家裡面 說謊官員處罰也是最輕的啦 民進黨過去的版本 甚至罰人民又罰到七年啦 結果今天可以在這邊 謠言指控國民黨 所以非常謝謝今天部長 但不為難你啊 市長不為難你喔 那接下來我們要問到今天 我們關切的問題喔 你知道今年三月喔 媒體才報導一位 楊姓男子性侵女網友 警方採集DNA時發現 他涉及三起二十年以前的強盜性侵案 請問這時候發現 哇 發現他涉及二十年以前的強盜性侵案 請問怎麼處理 市長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那個司法警察 會針對這些 你直接告訴你 你法調查這個案子會怎麼處理 最後會怎麼處理 會分案調查 分案調查 我告訴你 檢方不起訴啦 為什麼 為什麼不起訴 市長 為什麼不起訴 如果是332的話 追訴期間有到三十年 所以如果是時效 應該不是裡面的原因吧 不是原因嗎 回去再查一下好不好 我看到媒體報導說 警方最後不起訴 不是 有時候是沒有證據 或者是 我再要請問一下 我們次長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針對誰的刑事的追訴期裡面 你也知道 基本上性侵被告 他平均所 性侵案被告 其實他們跟一般的刑事案被告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是什麼 你知道什麼差別嗎 被告是嗎 對 性侵案的受害者 受害者 這是一個隱密性的 而且常常之間都有朋友 或親戚的關係 的確他被害人是比較弱勢的 他也比較不太願意告訴別人 對 那有些研究 比如說澳洲的研究報告 就是性侵的被害者 平均要花23.9年才能告訴他人 然後男性揭發的時間 通常比女性更久 要平均要花25.6年 所以換言之性侵案的受害者 他其實在法律上的一些狀況 跟其他一般刑案的受害者 是有一些不同的 對不對 他只有一些私密性的問題 然後他有一些 自己自我的一些 所謂的尊嚴受創的問題 所以他們在處理他們的 自己內心傷痛的時間 是比較久的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我們在討論這個案件 有人在針對時效的部分 認為是不是應該有區別 這一點我覺得法務部 可能也不能把他當作一般的刑案來看待 這你認同嗎 我們認為就具體的 就是說犯罪 就特別的為他來制定一些制度 要審慎 我們的態度只有這樣 並沒有反對 我們並沒有反對 我講審慎同意 但是我就是因為審慎 可是像性侵的被害者 我剛剛前面已經講了 你也認同說跟其他刑案的被害者 他們願意說出來情況是不相同的 所以換言之在時效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你講審慎當中 可能要考量的差異性不是嗎 澳洲調查說要特別要 有些人可能被搶被偷 可能當場就到警察局幹嘛了 報案了嘛 殺人案一發生 當場就怎麼樣 發現就怎麼樣 就開始偵辦報案了嘛 那只有性侵案 可能都要拖個二三十年 被害者才願意講耶 所以這是為什麼今天大家 希望法務部重新來 可能量時效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嘛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法務部 能夠考量 另外最後我要講 實際上我們知道 現在台灣這個所謂的 性交猥褻被害人 人數怎麼樣 不斷的上升嘛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你知道我們去年 這個六歲到十一歲 性交猥褻的被害人 有多少人 二零二三年六到十一歲 我告訴你三百九十人 十二到十七歲多少人 我告訴你二千零三十七人 你知道從警政署什麼時候 開始統計 所謂的性交猥褻被害人 哪一年開始統計的 二千零二年 那我再考你 二千零二年統計到現在 你知道哪一年是最高的 有史以來最高紀錄是哪一年 這個跟那個我們推動那個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鼓勵大家那個 對 有差 對吧 可是我跟你講就算你開始做 很多的鼓勵之後 事實上最高的是哪一年 就是去年啦 沒錯吧 另外齁 以所謂未成年數來看的話 在2015年齁 這個未成年性交猥褻被害人數 2015年每萬位 未成年是有多少人 是5.02人 你知道2023年提高到多少嗎 每萬位有多少 未成年性交猥褻的被害人 是7.44 成長是1.48倍 這跟當時的世界運動是有關係的 我要跟各位說 我要跟那個次長說 不管是什麼原因 實際上這些案件數的升高 就是法務部要注意的事情 不是嗎 所以 因此這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才會想到修法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客觀數字 其實是在 不斷的飆升跟成長當中 當然我們希望 就能夠提出一些法治上 能夠去改變這個現狀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未必要從你們 從過去一般看待 性交猥褻這些被害者的 這樣一個視角 把它跟一般刑案來看待 我覺得 性交猥褻的被害者 在台灣的案件數不斷升高 它也有它案件性質的特殊性 這點希望法務部能夠考慮進去 好不好 以上謝謝 謝謝